如果你有上过我的课 一定有听过我讲过这句话 就是叫做 千万不要相信我说的任何一句话 各位千万不要相信我这两个小时 所说的任何一句话 或未来有机会 你听到我讲任何话都不要相信好吗 好 觉得很奇怪请举手 来跟旁边握一下手说 那我来这里干嘛 很多人现在可能就有这个疑问了 老师我今天花了两个小时 我今天没有带我的家人出去旅 我特别来听你的演讲 为什么你叫我不要相信你讲的任何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是我人生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礼物 这句话是我的老师叫哈佛爱克 这个老师给了我一个人生很棒的礼物 在2011年以前我是一个失业的人 这里有没有曾经失业过的 OK谢谢 我曾经在2011年我是一个失业的人 那那时候我就听到了这句话 而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 他说我待会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只能代表我个人的人生经验 所以这两个小时我所能表达的都是属于我个人的人生经验 各位同意吗 同意的请举手 OK跟旁边握一下手说不要再睡了 没有啦没有人睡着 好所以呢 这些人生经验啊套用在各位身上不一定百分之百适用 各位同意吗 同意 那有没有可能我待会分享的是对你而言是有帮助是可以用的 有那如果可以用呢 就拿去用那如果你发现不能用呢 就不要用非常好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默契就是在这辈子啊 没有用或不美的我们就把它丢掉吧 是所以各位为什么叫各位不要相信我所说的任何一句话 因为我们现在脑袋里面所相信的事情啊不一定是真的 我举两个例子 我常常在我的演讲或课程会举这两个例子 每次我提完这两个例子呢 很多人就会懂了我到底为什么讲这句话 第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很特别我们会说呢 手不能指月亮指月亮会被 你看所有在座的人呢都会说手指月亮会被割耳朵 上次有一个人来听我演讲他说老师真的会被割我就被割过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各位这位同学现在人类已经登陆月球了呢 你为什么还相信着手指月亮会被割耳朵 他就是反正就是会被割啦 对所以人们很特别人们会听你讲什么但是他也是相信自己的哦 因为呢我们人的脑袋啊那个执着有时候是蛮深的 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个我来举一个例子 各位台湾人很特别台湾人是全世界几乎哦 极少数我们会唯一哦 我们会集体在农历七月集体恐惧哦 各位我想问大家一下农历七月你们都是什么月 鬼月你看在做百分之九十呢 大概都会说农历七月叫做鬼月 那各位我想调查一下哦 你怎么知道鬼月的鬼月的由来你怎么知道的 老人家说的也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们 那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为什么会知道鬼月 他的爸爸妈妈讲的 那你的阿公阿妈为什么会知道鬼月 他的阿公讲的 所以呢我们就这样一代传了一代 各位我们有判断吗 我们好像没有判断我们只是一昧的什么 相信而已 所以呢我就有一次在这个演讲的时候啊 我就突然有一想说那我来调查一下 鬼月到底怎么来的 因为我从小以前呢我妈妈会告诉我说 那七月时候喔 穿的有穿的鬼 水里面有水鬼 你如果听到狗在吹狗蕾 就是 看到鬼 来跟旁边握一下说说 我们常常看到鬼了呢 好所以呢我就想说奇怪 为什么在农历七月我好害怕喔 各位你知道我农历七月我家里会告诉我什么吗 不可以吹口哨 不可以拍人家肩膀 不可以什么 不可以晒衣服你看不可以什么 不可以结婚 不可以买房子 还有不可以什么 不可以开刀 还有呢 不可以买车 还有呢 不可以买床 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连鬼月是不可以买床的这样子 ok然后呢所以我们 几乎台湾人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都是叫做朱氏什么 不宜啊 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啊非常非常的害怕 然后呢我们很聪明的台湾人呢 我们会在农历七月拿真钱 拿去换成假钱 然后再把它烧掉 有烧过了请举一下手看一下 哇非常好谢谢 你们应该不会比我家烧更多 我家呢农历七月要烧六次 七月一号叫鬼门开 七月七号叫青牛妈生 七月十二号我那些葡萄 七月十五中元节 七月二十一我阿嬷做鸡 七月三十鬼门关 我家刚好呢要烧六次 所以呢我每次都在烧的时候 就想说欸奇怪 为什么我没有要烧之前啊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告诉我的 你如果这样烧这金钻喔 烤鸡子才会给我们 鱼皮 来跟旁边握一下手说要记 有烧鱼皮 所以呢我从小呢就相信了这些 直到我听到了这句话之后呢 我有一天啊就上网去Google 鬼月的由来到底怎么来的 各位有没有人查过鬼月的由来怎么来的 在座的有人查过吗 如果没有今天回去呢不妨Google一下 鬼月到底怎么来的 原来啊我们一代传的一代 总会有第一个人告诉我们对吗 所以第一个人呢在历史学家考古之后呢 就发现原来600年前有一个皇帝叫朱元璋 那这个朱元璋呢在从以前啊 他认为古代的天子 都叫做农历七月下葬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月份 他自己想要独享喔 然后他就告诉所有的百姓 农历七月叫做鬼月 朱是怎样 不已于是我们就这样一代传了一代 到现在传下来 不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那个巴黎人有鬼月吗 那印度人呢 土耳其人呢 巴基斯坦人呢 日本人呢 那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在地狱的时候要说来护照拿出来 台湾人出去日本人留下来这样子 所以我就开始在思考说 为什么我会在农历七月的时候这么的害怕 我的脑袋里到底在相信些什么 然后呢我就在思考说 什么叫做鬼 各位如果你有家人或亲戚曾经往生的 你一定会称呼你的家人或 你的这个往生的朋友 会称呼他为叫祖先或仙人之类的 但是呢别人的家人往生啊 一律都叫鬼 所以拍拍旁边的肩膀说你死后就叫你鬼 所以呢我就开始思考说 我们脑袋里到底在相信些什么 那各位之前这个由来我也上网查了一下 如果你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点了解 你会发现纸这个东西是谁发明的 菜伦 那请问一下菜伦没有造纸以前 我们要烧什么 树叶谁说树叶的 对 所以各位呢相传 这是相传 我不一定知道是真的 但是呢我知道纸是菜伦这个人发明 然后于是呢他就纸卖不出去 跟他的老婆串通说我会假装死掉 你就在我的脚边烧纸我就会复活 原来呢这就是我们烧纸前的由来 一代传了一代到现在 所以各位我们脑袋里到底在相信些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好好 去思考的一个点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想要先跟大家讲这个 就是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呢 不一定都是对的 请各位用一个态度来听我的演讲 也就是用验证的方式来听我的演讲 而不是用相信的方式去验证我所说的话 而我所说的话最好的验证方式呢 就是要采取行动 OK就是要怎么 采取行动 对所以跟旁边问一下手说 学习没有用行动才会有用 学习没有用行动才会有用 OK很好来 大家再跟我一起念一下这句话好不好 我们上课还有一个默契 就是我们要常常来附送这些宣言 来伸出你的右手一下 我看一下右手 有右手的帮我举起来一下 放在自己的胸口 不要放别人的 OK好 那跟我一起念一下 学习没有用 学习没有用 行动才会有用 行动才会有用 OK所以这辈子呢就是有用才会 有用没有用他就是没有用 所以今天一开始我想要用这个主题 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第二个默契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 为你自己而来到这里 一定要带收获回去 各位我想调查一下你是那些被邀请来 其实你不是很心甘情愿的帮我轻轻点点头 谢谢 谢谢你们的诚实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们 即便你们被邀请来 但是你没有拒绝 你今天其实是可以出现在别的地方的 但是你还是愿意走进这个教室 走进这个演讲厅 我觉得那就有可能因为一句话而改变你的生命 各位同意吗 同意 是所以呢给自己再掌声鼓励一下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掌声鼓励吗 因为隔壁呢睡着的会以为下课了 好其实没有 所以今天为谁而来 为谁而来 为谁而来 是为自己而来 哪怕你只听到了一句对你有帮助的 我觉得这两个小时都会是有收获的好吗 OK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默契 第三个默契呢 今天我会讲我的故事 请大家用这样的态度来想好不好 来开始 听我的故事想你的人生 对听我的故事但是想想你自己的人生好吗 OK因为呢我所待会所分享的都属于我的人生故事 好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